宋老师 打扰您一下 是这样的 哎呀 干什么呀 这路不了了 出事了 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 我是那种 就算想哭的时候 我会憋回去 因为我老想着 现在我哭 没人给我钱 我为什么要哭 我就把这事 就真的 漂亮 你这跟我一样 就是我有时候 精神状态不好 他们就要找心理医生 我说我讲这些 我自己的倒霉事 是收费的 对 那可能我要给他讲 但是我真实的 有一次我真的有一天 就是晚上 我就忽然间觉得 我为什么没有 像同龄人一样 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去玩 或者在干什么 所以你都会摘手机壳 对 那会还不会手机壳呢 一会哭了 然后 而且我是那种 就是自己心疼自己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 哇塞 我怎么这么惨 哭到那边 忽然间我说 嗯 好吧 也不给我钱 就起来自己 就这样了 然后又开始干干嘛干嘛 你只是想 就是松一口气 就是不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 就可能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松一口气 让自己稍微可以软弱一下 可以流眼泪一下 然后再绷紧 就是这样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